近期 全台各地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停电12次 而民进党当局的官员却把停电的原因 归结为是由小动物出没 误触了电网 此言一出 舆论一片哗然 纷纷批评台湾当局推卸责任 回避问题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吉隆市安乐便电所16号又发生故障 导致总计7831户停电 台湾电力公司吉隆区负责人称 初步分析 便电所故障是鸟兽碰撞所致 现场有一只受伤的松鼠 然而15号高雄才因有小鸟袭击 造成当地2000户停电 舆论质疑难道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对此 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日前也声称 台湾有许多停电事故 都是因为动物不小心触碰导致 此言一出 引起舆论哗然 太夸张了 当然无法接受 国民党及民意代表蒋万安对此批评称 王美花的说法凸显台湾的电网安全根本没有改善 难怪苏贞昌被问到能不能保证不停电 都在回避问题 民众能不能够有电用 需要担心小动物乱跑吗 难怪苏院长回避问题一直在谈后子 还有台湾核四电厂前厂长受访时披露 以前只要查不出断电原因时 就会把责任推给鸟兽 这个鸟兽害很好用 怎么讲好用呢 假如断电的时候我就查不出鸟兵的时候 或是懒得去查的时候就勾个鸟兽害 因为没有人可以对治 所以不一定是真的就对了 此外 台媒报道称 3月3号大停电波及全台550万户 之后各县市还是频频发生停电 有人统计仅今年3月 全台已经累计发生12次停电事故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有高达90.5%的网友非常担心台湾缺电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岛内近日停电事故频传 台中火力发电厂为支持全岛用电火力全开 导致台湾中南部空气质量不佳 天空一片灰蒙蒙的 除了三部基础税秀以外 有七部基础接近 金盘载都是95%以上的发电 此时在岛内论坛引起热议 有网友吐槽 空气真的糟 一起用废发电 也有网友讽刺 停电跟费你自己选一个